要給大家看一個全台最昂貴 最花錢的棒球場 就是在屏東的棒球場 今年的4月份 他們發包了一個屏東棒球場的新建 那這個錢呢 也是前瞻計畫的其中的一部分 它的召價高達25.8億 沒有錯 大家沒有看錯 我也看了好多遍 它的財務分配是中央補助7.5億元 而縣政府自行要負擔18.4億元 但是根據屏東棒球場的整個的評估報告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它估計它的年收入是3939萬元 估計它的年支出是1367萬元 所以呢它大概每一年它的財務估計是可以2572萬元 即使這麼樂觀 整個屏東棒球場未來它要100年才能夠回本 真的它就是一個在留子孫的在留真孫的一個工程了 屏東棒球場它是由一家龍大營建公司它所承包統包 而這家公司呢過去沒有任何的新建運動場所 沒有任何新建棒球場的紀錄 完全沒有 我們可以看到在2021年 他來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人 他的讀懂裡面出現了陳金德 他是不折不扣的陳菊的人馬 2021他去龍大建設擔任獨立董事 然後在2023年的4月 而這個龍大營建就盡力的得標25.8億的前瞻建設的棒球場 所以今天的前瞻是不是都有綠油油的相關的企業可以承包 交捉了 在的時候 你看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